作詞&作曲 作曲 編曲 編 上了十三年 将几千几学生送到世界文校的游学咨询师 这些年呢 无论是00后的学生 还是60后的家长 你们都不知道我叫水哥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在2015年的一个早上 我一个在美国的学生跟我发声说 水哥 名字不厉害 上新闻了 我当时一听 有点懵 然后上回忆查 原来这个最差大的 有个叫王立全 他也叫水哥 我一看不行啊 但是名字比我大 很慢 下午我赶紧跑去把我的那个栏目水哥 他们去注册了张标 所以我现在叫水哥是受法律保护的 那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个 就是名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所从事的这种工作 我收的资讯费会比一般没有文气的资讯师 贵两万三倍以上 那名字是一个人的个人品牌 而个人品牌营销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原则 好记 好传播 其实王立全之所以会把自己叫水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的这个名字 我相信最后这个字的9%的人 可能第一次见到 有多两次 对吧 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 我会和父母给自己取了比较冷屁的名字的话 这个在座的情况下 那我建议从现在开始给自己找一个好记 好传播的名字 当然我今天玩就里 其实不是跟大家分享说能取名字的事儿 而是从我自己个人同业经历 你也和我自己新鲜经历影片得到的一些感动来跟大家谈一谈 出去看世界对于我们的重大气质 那在座的各位相信都曾经或者正在为上大学而努力而奋斗 那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认真的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上大学 这一个问题我在我工作13年时间里面问我 绝大多数学生和家人 只有不到20%的人能给出非常清晰有逻辑有配复力的答案 要知道我所忽悟的这些学生是 整个中国台语前2%的很优秀的点权 很明白的 那这是一个不应该问的问题对吧 上大学嘛 上高中就是上大学 上了大学才能有好的工作 好的工作才能有好的收入 才能有好的生活 对吧 我当时跟大家也一样 就是这样那上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 好了 那当时报处备的时候我就从那边给报 然后给调记到我省西科技大学 那这是一个地属大西北的学校 他们春天会有上升报 你上升报发发的时候 你坐在宿舍里面会问到一个浓浓的灰色的味道 如果你要是在户外的时候 能够感受一下 会是非常地刺激 那继续就这样 我也觉得我们活得很开心 因为大学挺好的 直到2005年 那一年因为我老师 严永生导师踏在理解影像 所以要跟我的同学一块出差 去做像 那么下面呢 那自然要去下个大会看一下 因为 呃 这是一个传说中的中国最女时大校园之一嘛 我是江西九江人 在卢山小夏长大 我家离中国最大的大学 湖江湖也就15分钟的路长 所以打小就什么飞游不下三天使啊 什么举人身在此 但这种景色对我来说 其实已经是快如赶了 那 但是 等我到了乡武大学的时候 我还是受到了比较强烈的刺激 真正让我刺激的不是左边这张固片 而是右边这张固片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踢球的人 我高山的时候 有高山加二十分 然后我在主习的时候还在聊 只要在本期省的大学都联散 整个大学生活里面 我过得很开心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除了学习之外 我们一大段时间能在地球 我整个人生轨迹都跟足球有关 那 那时候十四年的 年前 下面大学员 他们就有一个 当然电视上看到的 就是绿草币一样 包括还有人工草币 还有塑胶草帽 那你要知道 然后我的训练的场地是什么样的 大福利 后面是没啥 估计长一辈的 可能都会见多这样的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就是这种 环境 对于我的 一个热爱不求的人的这种刺调 当时我跟我同学在夏大的海边 沙滩这样走 然后我就跟他赶紧说 哎 早知道啊 好好学习 能去这么好的大学 我肯定不会把我爹给我报二十五个大班的线 拿去玩去留系 然后我特别说 儿子你得了吧 回去让我该如何还能够 嗯 不过我可以很认真的告诉在这里各位 我这个同学 他年轻上毕业之后 卢博士 现在在一所中典大学当教授 那我现在是一名 呃 留学资金公司的CEO 我现在平均一天会工作13个小时以上 除了陪孩子的媳妇 我会陪我们威妇练琴 呃 放下来 我现在每个月至少会有五十公里以上的跑步五十 六十公里以上的这个剑走 然后每天当然会跳升一千五百个 那说那个其实不是在这里秀 包括我每天在刷牙洗脸上班的路上都在听课 不是在这里秀 因为你要知道我以前是特别讨厌做作业 每次我说人都在聊教作业的时候 我就是最后一个每次刷牙洗脸 然后这个舞室我也比较 所以其实 大学真正对于我来说有意义的点 就是当我真的见到你 所以我真正的 所以亲眼所见 是一个重要的 这个也在讲各位 呃 父母和小朋友一个 好的被验证过的方式 如果说你们真的想 聊到什么东西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不是说 而是把这些东西的照片或者食物 放在你天天能够看见的地方 这样会让你更能够感受到他的成乱 而且更愿意去 而付出的病 那刚刚这个是第一个位置了 第二个位置呢是 呃 一些道理 那一山还比一山高 人外有人 老外有头 这个道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听说过 我也一样 对吧 对吧 因为我们人生中会听到过很多这种 就是 道理 对吧 还是我们也不把的一生 对吧 那这个道理真正对于我产生 具体的意义 是在 2014年的时候 我跟我媳妇在马省 呃 去参观 Rusley College 这是一所在全美台语前五的 文理学 呃 所以学校大家可能听说过的不多 但是像宋美林 像希拉里 他们都是这次大学业 这次大学培养出了非常多的 对于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那 14年那个时候 其实我已经见过了很多 最几年的学校了 当我跟我媳妇在学校里面望 呃 这次学校只有两千人 他们有五百分的合同值的预定 呃 他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比如这个湖叫卫丁湖 卫丁湖 呃 他们学校 我学校跟我讲 就是 他们每年会花商议的钱去 治理这个湖 啊 湖里面有编合的 当时我跟我媳妇都感叹 说 呃 我们一定要好好培养我们的孩子 让他可以 至少来看看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是什么样子 所以回去之后 我们孩子从两岁开始 去培养他的音频工作度 解答命 我还是现在七岁半 他在一年前就可以拿到美国 三年级小孩的阅读听力 听说度学习 呃 所以其实 我们都听说很高 听说其实是没有用的 只有他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时候 那对于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实在的意义 那上面两个呢 是我自己个人的等级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就是我自己在工作中所得到的一些相关上的变化 在2007年的时候 在2007年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年轻人 他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 他跟我讲 他五岁的时候就产生了想当一个科学家的想法 他当时就想 如果说我发明一个小事情 跑到一个人的脑子 人的血管里面去清除 这个血管里面的挖劲 那人就不会有这个心血管疾病了 到初中的时候 他听了一次 特副讲座 那个教授讲了纳尔科技的技术 他发现跟我当初的事情 完全一致 OK 然后他就开始 但是坚定了自己要成为一名像科学家的想法 为了这个梦想 他高三高考的时候 他放弃了像人大这种北京的主要主校 而选择了去武汉美工 这个在材料里面非常强的组211主校 这个年轻人在本科毕业的时候 他PK掉了三个来自于清华北大的小孩 成为当年农金大学唯一一个飞机人博士上班 博士毕业之后 他拿到了加入博克利和博士后的录取 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年轻人 他现在在美国国家重点压空实验室当教授 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 他之前经常去到情况里面做分享 这是一个年轻人 然后另外一个年轻人呢 是在前两年的时候 有一个难开的小孩 他在文学院里面跟我讲 说目标学校是马上理工 加入理工的物理学博士 我当时又以为说 这肯定又是一个 一个不自知的年轻人 因为这种学校的物理学博士 在成中国一年可能一个都不一定有 那当我真的跟他聊的时候才发现 丁小孩其实很特别 又是一个喜爱 他就是这个时候对于宇宙 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 然后自己上网去查课的那样的东西 他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学校 并不是因为他有文校信件 而是当他越了解越多的时候 他发现他所喜欢的那些教授 都排在于这两个学校 他希望能够跟这样的人一块去学习 工作 然后他在这个本科的时候选专业 选择数学学博士 我当时这个解决 我说你的梦想不是物理学博士 他说对 那是因为根据我们了解 一个出色的文学物理学家 他必须要有数学家的数学方式 所以我本科选择南开的数学系 是为了培养我自己的数学物理思维 数学家的数学方式 他在南开的时候 很多的教授是没答乱他和他 后来的方程师转学去了美国 到美国之后呢 他把他的解析思路 都让教授去发给全拉伦的学校 他为了了解哲学 他自学拉伦文德语 这两个小孩的经历让我可以知道 就是这种所谓的 五岁就产生真正的人生理想的人 他不是只是在我们所听说过的故事 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所以我现在在工作的时候 我会非常认真地跟我的学生去讨论你究竟是什么 你究竟想算什么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理想是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一点都不挑 一点都不虚 好 那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颠覆了我之前的一个认知 因为我在工作前两年的时候 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会告诉我说 比如说像美国的学界 它是一个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纯洁的一个地方 只要你可以做得好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认可 但是我遇到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小达本 他可以等你非常强 他本个阶段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做到在全美来临前五的 博士生半年房门成的任务 他当时申请了他博的博士 当时他进了前十 但是那一年很不幸 只能招募过学生 所以他落选了 当时阿婆的那个教授 因为没有把这个学生招进去 直接跟系里闹翻了 从此以后 这个教授没有再通过系里 招募任何学生 而是处理在全球非面试学生 处理到学生 那我跟他讨论 跟我这时 想达到讨论过一问题 我说 读博士都可以来 其实更多的时间 是你自己来努力 你自己个人会更重要 那你为什么想去学校 他说 没错 我想去阿婆的这样的地方 并不是因为 我期待学到学到的感受 而是因为我知道 我所从事的这个领域 阿婆大学 他拥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我做出同样的成果 如果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可以很快被认可 但如果说我在一个不知名的大学 我可能需要更长的周期 双倍的努力 甚至可能得不到一种能认可 和努力 和任务 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又是一次见过 因为这和我之前两个完全不一样 包括后来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会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爱因斯坦专 爱因斯坦拿他的周边讲 并不是他举世文明的相对论 而是他的光链交流 所以这个故事 会让大家了解到什么叫西方的学术共同体 那通过这样的这个事情 会让我平淡 原来这个学界跟我们想的 并不是根本一样的 好 在这个 这样的经历之后 我会非常的理解 因为乔宝他在斯坦专家里讲的时候 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叫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因为这个世界有非常非常多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有句话叫 你知道的越多 你不知道的越多 OK 那在2014年的一个晚上 我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 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跟我媳妇一块 因为长时间没见 所以我们聊得特别晚 到晚上11点多钟 因为吃饭的地方 离我的 首先大概也就是15分钟不到的路程 所以我决定跟我媳妇走路回去 大家可能都会听说 这个美国国家人的地方 实际上那时候我以前做了答案 就是说 我对美国的行政主比较了解 我在我在国家里面揣了20枚刀 因为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拿着一些消息困难点 来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 我们往回走 我媳妇呢 因为当时那个晚上很晚 他们有路灯 但是路灯没有那么能量 间隔距离有点远 越走呢 我媳妇就越紧张 她一紧张 她抓了我就很紧 然后我 我的脑部里就开始想 这些报纸上 媒体上出现的这种情况 会不会出现了一个背景 突然她啊了一层 就在这 下午一号 不知道什么事 然后我给你看 没发现什么东西 两个东西后 她的单品 单品飞了下来 她跟我讲 原来旁边有一个 黑黑黑乌乌半高的一个东西 动一下 其实那个我们下午过去的时候 就看本来是一个乞丐 蒙着头在那睡觉 坐着 这样的一个经历 其实 会让我更加的明白 为什么 当我这些年 跟我的学生家长说 其实美国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危险 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不安全 因为我干这堂十三年时间 我所有的学生 没有任何一个人出过混沌 那 在美国被枪击 而死的人 在概率直到千分之零点一 比车祸 要死得上火 毒品要死得上火 但是 我们 的人脑想问题 就不是这样的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 谣言 会比科学知识更难传播的 我们的大脑的机制 进化机制 决定 我们对于这种 坏 危险的信息 会有更强烈的反应 更关注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开始 对于很多事情 会开始凝乱 OK 你有很多东西 真的是不知道 那 很多学生会问我 为什么要出国 这是直播上一个非常高三的网友的答案 他说 他讲了一个他自己对于厕所 这个事情 整个任职上的一个变化 大家感兴趣 他可以去搜一下 非常好 他讲了 出国之后 开始知道 其实 拉美 未必那么穷 欧洲 未必那么酷 美国 不是一片地图江山大 对吧 最重要的是 加州 没有那么多肉片 所以 为什么要出国 为什么要不去看世界 就是 我们 不去看世界 拿来世界 来 看世界 都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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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